你把你自己想像成你的胃好了 你住在那個暗無天日的熱膜腔中間 然後裡面也沒有長時鐘 你怎麼知道現在是幾點鐘 你什麼時候分泌胃酸 好我這邊也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子簡單自我檢查 結構影響胃食道逆流的方式 那這個時候 我就幫他把手的筋膜 跟肩膀的筋膜調開了以後 他的胃食道逆流就很明顯就改善了 我們剛剛講的主題 真的天地為之洞 觀眾可以自己看一下 比如說你除了胃酸逆流 你看看你是不是常常長痘痘 你看看你是不是嘴巴破 你是不是常常睡不著 這個是上面的熱 廣告會說什麼 喝咖啡吃甜食 又讓你胃食道逆流了嗎 這個廣告說法 請問兩位醫師是怎麼看的 這邊也想詢問兩位醫師 在飲食不當 三餐不正常 會讓胃食道逆流變嚴重嗎 還是會有什麼樣的其他的影響 飲食的部分 一般在這個現代醫學 他們有時候會建議 當然我知道現在已經有醫生開始 不這麼建議了 就是少量多餐 其實他有他的學理依據 他的學理依據是這樣 我們每次吃東西 他都會分泌胃酸對不對 如果你不要讓一次讓胃酸分泌太多 很簡單 我們就把原本你一天吃三餐東西 拆成六餐 一次只吃一半的量 一次胃酸的分泌也不會那麼大量 你的腸胃就比較容易去緩衝 去調節這種狀態 但是這會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生理時中問亂的問題 大家要想 你把你自己想像成你的胃好了 我們今天主角是胃 你住在那個暗無天日的熱魔腔中間 然後你就被懸吊著 然後綁在那裡 然後裡面也沒有長時鐘 你怎麼知道現在是幾點鐘 你怎麼知道分泌胃酸 大家有想過這問題嗎 對你都沒幫你的胃想過 難怪你會胃爆 你看他只有一個依據就是 你多久會吃一次東西 比如說我們正常人 早餐八點 中午十二點 晚上六點 那是不是就 他大概每隔六到七小時 分泌一次胃酸 今天如果你少量多餐 會變成三個小時分泌一次胃酸 那如果你又加上宵夜 然後中間不定時還來口甜的飲料 如果是你的胃我就瘋掉了 基本上我就不知道 要什麼時候分泌 不如就無時無刻都在分泌好了 那無時無刻分泌胃酸 會讓胃發生什麼樣的不好的影響 你想想看 本來胃酸出來 今天如果有食物會怎麼樣 他就去消化這些食物嘛 但是如果你的胃酸出來 但沒有食物呢 那就消化你的胃壁啊 對啊 我覺得這個概念能夠非常好 我們在看待內障的時候 蕭醫師提到一個概念 他是你的員工 對我來講 規律的工作量是最好掌控 而且負擔最小的運動 就好像說我們每天工作量都很大 但是我打卡上班打卡下班時 我每天上班有個底的 我變成一個習慣 一個 有一個預期 有一個預期 對 那時候你的負擔反而是小的喔 如果我每天都是on call 就是 我有任務什麼都不知道 就像以前我們在值班的時候那樣 你明明就可以睡 他說你沒事你就睡啊 反正你接電話之後你就起來啊 對啊 你就 不行我睡不著 像是常衛他這種員工 就是你每天給他什麼樣的工作量 他就會養成那個習慣 那如果說我少量多餐真的很像 我on time 我們剛剛講的主題真的天地為之洞 你應該開始在地震 你知道嗎 不是我的頭暈還是 不是是真的陣 左右晃很大 所以如果少量多餐 我隨時隨地都在吃東西 吃零食也算喔 其實我的胃好像是在on call 在值班 我就是得隨時備戰狀態 如果我是一個 不管你要168也好 還是說你要那三餐 有定一個時間去吃 吃的量幾十多 他會覺得我這個時候上班 然後呢過了這個時候 我下一次就是幾點的時候上班 也想要詢問兩位醫師 有沒有在診間的案例 是在治療餵食道利流的經典案例 我有一個患者 他其實是一個 二十幾歲的一個小美女 他來的時候就是說 他已經有半年以上 沒辦法躺著睡覺了 因為他胃食道利流太嚴重 他其實中醫也看過 清淋脂胖不抑制劑 自酸劑那些洗洗都用 該做的檢查也都做了 可是他可以到一個控制的程度 就是程度下降 但是他一旦躺著睡 還是會覺得 胸悶噁心甚至咳嗽不舒服 那來的時候我就檢查 他的這個狀況 我這邊也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子簡單自我檢查 結構影響胃食道利流的方式 在我們的那個箭圖下 這個地方 其實是一般人按了都會覺得 可能有點不舒服 按了深的話會不舒服 他位置其實就是在 我們奔門的地方 那如果是胃食道利流的人 他有結構因素在時 他一定這邊會歪斜 他有結構歪斜了以後 這裡就有張力 按了其實會悶脹 不舒服會痛 尤其是在你正坐 彎腰 仰頭 這個過程 肚子最鬆的時候去按 會怪怪的 會不舒服 可是這時候你做一件事 你假設呢 我們剛剛前面講 這個歪斜跟你的手 肋骨的角度有關時 你呢 把你的上半身往左轉 或往右轉 就是稍微改變你肋骨的相對位置時 理論上會有一個方向是 你的胃按下去會比較好的 理論上有一個方向按下去 你的胃會比較不舒服的 重點來了 如果你的胃食道膩瘤有結構因素 你就會有剛剛講的 一側比較好 比較好 一側比較不好 更不舒服的情況 如果你的胃食道膩瘤 真的比較偏純內臟的問題 有的 有純內臟問題的 那你怎麼轉行多 差不多 這個時候就可以判斷 可能要加上做結構的治療 你目前的中藥西藥 假設都是治療內臟的 那就是治療一部分 另一部分 你就要調手 那那個妹妹為什麼 她的手是歪掉的 手歪 肋骨歪 肋骨抹歪 因為她原來在一年前 開始嘗試她重訓 在用力的過程中 難免一開始不熟練 她用力的方式不對了 拉歪了 拉歪了 肋骨一偏 結構一歪 胃就開始產生逆流 不舒服 歪掉的結構下繼續用力時 通常是越來越歪的 然後胃也同時間越來越不舒服 而胃不舒服時 她東西也吃不下 她的一些什麼高蛋白啊 喝了反而會噁心啊 不舒服 所以她一方面營養不到胃 蒸雞沒蒸到 也夢到是睡都睡不著 那這時候來找我 我做完這個測試之後 我就發現 她是往右轉的時候呢 她的這個胃按下去是比較輕鬆的 那其實代表著當初 可能是右手歪的比較多 多半都是官用手 右手歪的比較多 那這個時候 我就幫她把手的筋膜 跟肩膀的筋膜調開了以後 她的胃食道逆流 就很明顯就改善了 中間我當然有搭配就是用藥 因為胃的本體的確是需要修復的 結構症呢只是減少她的破壞 增加她修復的效率 可是我們還是主動去修復它 那這時候她就順利的康復也畢業了 如果像內科的話呢 單純內臟問題常常胃食道逆流 通常是什麼樣的身體狀況 才會導致這樣的發生 我覺得現在結構治療 已經變成結構治療帝國主義了 他們侵犯到傳統內科的任何一切的病 什麼失眠也有結構問題 胃酸逆流也有結構問題 各種東西都是結構問題 是輔助 是輔助那個算是配菜 你太客氣了啦配菜 我們回到中醫內科來 我覺得我比較看重的還是體質 因為譬如說 因為你看我們還是一樣 回到胃酸這一面 沒有不同 你長得胖胖的 瘦瘦的 壯壯的 瘦瘦的 基本上胃酸就是胃酸 用來用去扔了幾個方 但是我其實會比較看重的是 那個人長什麼樣子 是我用胃酸藥的一個訣竅 通常一般來講 如果他長得很壯實 這個以前我在Podcast有提到 我們都以胖虎為例 小叮噹 胖虎為例 他長得很壯 他的肋骨腳會比較大 肋骨腳 所以我們兩個肋骨不是在 這個劍骨的地方 會形成一個肋骨腳 通常他是大於90度的 就是燉腳的 然後壓的時候會覺得很痛的 而且肚皮很硬 胖虎雖然我沒有壓過了 他都在卡通裡 所以這種人 通常一般就是純熱症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也許你用大柴虎湯 可以用葛根前前湯 你用什麼都可以 反正就是以純熱來處理 可是像那種肋骨腳沒有這麼大的 按了好像腰痛不痛悶悶的 我們終於講心下癖 就是說他可能壓的時候 不是真的那麼硬 但是壓的是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可是不至於到痛 不至於到痛 對對對 那這種我們就要整體來看 他是不是除了中間這個症狀之外 上下也有什麼症狀 比如說最常見的 觀眾可以自己看一下 比如說你除了胃痠逆流 你看看你是不是常常長痘痘 你看看你是不是嘴巴破 你是不是常常睡不著 這個是上面的熱 那個痘痘會不會長在特定的地方 通常是臉頰跟額頭的 比較具有代表性 但是下巴也常見 但是臉頰跟額頭 因為這是腸胃區 從頭胃火燒上來的地方 那再來底下 我們剛剛有談過的 常常是不成型的大便 比如說是濕的 軟軟的 這樣就產生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中間的氣不通 卡住了 胃痠卡住了 上面是熱的 可是底下是寒的 上熱下寒 這種就是典型的半下線性癌 因為中醫會覺得說 這個體質 我們火氣大的人好了 他應該腸道的水分 應該吸收比較乾 大便應該會偏硬 可是如果在這種火氣的體質大便偏水 反而是一種反常現象 對 它是一種反常現象 就是我們的模型是這樣 本來你的浴缸 應該是同一個溫度 從上到下 但是今天 因為你中間多塞了一個隔板 所以上下的水溫 就可以完全的分開 鴛鴦鍋 鴛鴦鍋 對 一邊底下酸菜白肉 上面麻辣 那還有一種 就是剛剛講的純寒症 基本上我們常用理中湯 複製理中湯 或者是安中散 這些就是真的是寒的 患者都會跟你講 我胃酸逆流 我吃什麼西藥都沒有用 我喝薑茶最有用 那個患者已經在告訴你答案 我就是純寒症的胃酸逆流 所以你就跟著他 繼續用理中湯 繼續用薑 就一定不會有錯了 我覺得這個剛剛 有點心我一些患者的治療 因為我發覺胃食道逆流 我們剛剛講是 蓋子壞掉對不對 可是有一些類型的人 他蓋子其實他壞得 並不算太嚴重 可是他的問題 我發現到在腸道附近 也就是說 觸診上 他都是肚臍周圍按了會容易壓痛 或是很腸滿 那排便呢 也常常像你說的 他可能要嘛變明 要嘛腹瀉 就是多半都是一些腸道 不管是腸內菌相的失衡 要嘛就是他腸道是慢性發炎的問題 可是胃本身我去按喔 還好 對 那這種情況呢 他其實蠻大機會 是像蕭醫師講的 他要嘛寒症的比例大 用乾薑啊 或者是用貴脂那種的 比例是高的 那另一方面我就想 很可能啊 是我們腸道本身 要是張力很大了以後 蠕動不好 我胃酸要是下去下不來 他也可能回堵到胃 在這變成逆流 我就很像是說喔 我在高速公路塞車 我可能高速公路本來是沒事的 可是他從省道的紅綠燈 塞上交流道 再塞回高速公路 等於是腸道在下游 他塞回胃 然後不行了 太脹了 所以他塞回那個食道的地方 那這種情況之下 反而治療腸道 我認為比治療胃還重要的 對 沒有錯 那像那個廣告會說什麼 喝咖啡吃甜食 又讓你胃食到逆流了嗎 這個廣告說法 請問兩位醫師怎麼看 喝咖啡吃甜食 如果你是胃酸逆流的患者 你一定會有經驗 這絕對會有很大的影響 尤其是空腹的時候 但是問題是 我一直都有一個理念 算是我個人的一種堅持 我很喜歡黃醫師的那句話 就是我們不只是養生命 跟要養生活嘛 我也覺得我們調理的目的是 要讓你對飲食 對溫度 對各種的刺激的寬容度 都要越來越大 你本來調理之前 你不能喝咖啡 你不能吃甜食 你來給導我看完病之後 你應該要可以喝咖啡 可以吃甜食 這樣才對 而不是說我告訴你 而你來調理的時候 你不能喝咖啡 不能吃甜食 不能吃膚質 不能吃什麼 不能奶 餓死算了 那如果說你一吃 那就都沒效了 治療都破功 那我們也不用坐在這了 因為基本上我們的那些藥物 可能比那些食物的偏向還要小 對那你應該找營養師 或許可以有效力 對呀 那你就直接進吃那些食物 就不用來看了 所以我認為 咖啡的目的 它是需要讓我們 對飲食的寬容度 其實是有基本的承受能力 這個不是挑戰 中醫師說 你什麼不能吃那不能吃 我們那些飲食遺跡 那是有道理的 可是就我的看法說 那是一個底線 那我們在急性期的時候 是這麼做 那慢性期的時候 我們可能有一定的 彈性跟寬容度 當然一定急性期的時候 我火正在燒的時候一定是滅火嘛 以西醫的角度也是一樣啊 如果我有一個pollution 就是污染源 不管是飲食 不管是毒素 或者是我在火場 那也算pollution 就你的第一個就是 把你帶離那個pollution 如果我在火場 現場幫你做我的公共呼吸 緩不及急啊 你還是持續的在受傷害 飲食遺跡有道理的 可是可能看階段 就咖啡跟吃甜食這個廣告詞 太那個 那是怎麼講 升職人心啊 那個太升職人心了 我這邊先做一個區分 咖啡跟甜食 它對你的胃食到逆流 可能有不同的影響 另外跟大家補充一個日常用語 如果是甜食造成 胃酸過多 產生的不舒服 不見得會逆流 台語有一個詞叫 嘖嘖啦 老一輩人說 我感覺胃嘖嘖 聞聞嘟嘟 這就是通常是胃酸太多 會有一種好像 餓又吃不下 然後酸 又不舒服的那種感覺 但它不見得會逆流 逆流的台語叫做 咖啡因可能會 咖啡因 甜食通常容易會 嘴嘖嘖 你看你哪一種 如果你都想要的話 就咖啡加糖 小孩子才做選擇 其實甜食的確可能會 干擾你胃酸的分泌 但是咖啡因 咖啡因 它的確它有可能會 放鬆我們的下段食道的 枯越機以及奔門 我們很多人他喝咖啡會不舒服 不見得是咖啡因的因素 有時候我們大家看 喝咖啡的那一集 可能你喝的是黴菌水 原理是什麼 你可以看一下那一集 因為那一些毒素 其實它對於你的胃也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咖啡跟甜食 有時候是一個表象 它影響不同的層面 它可能背後你是什麼樣的咖啡 什麼本級的咖啡 什麼樣的甜食 造成影響都不同 其實有時候我們有一些直觀的感覺 胃酸好像是胃火 因為灰邪而心嘛 對不對 可是這個灰邪而心 這個火 它不見得存的都是火 有可能它本質上有含的成分在 幾乎都是含造成的 所以有時候人家灰邪而心 我喝一些涼茶 不見得適合的 尤其是現在涼茶其實越來越多 要多方面去考量 不管是物理性質 還是生理性質 造成的這個原因 對症下藥 隨症自知 這樣才是最有效率的 從中醫內科來講 對胃酸逆流的治療 我們還是分成三種 大概率的分成三種 第一種純熱症 我們剛剛講的胖苦 熱骨腳很大的 肚子很硬的 寒熱挫雜的 上熱下寒的 浴缸中間切一半的 那還有一種呢 就是純寒症的 喝薑茶之後覺得胃就很舒服 吃西藥都不舒服的那種 那另外 經過黃醫師的提點之後 我才知道 原來我常態裡面加的一些 四溺傘 神曲 紫石這些 一種是條中空管裡面的 石瓶 一種是條中空管外面的 寂寞張力 我覺得今天真的讓我 收獲非常豐富 其實就今天我對於 胃食道內有這個病症 有更全面的一些看法 也希望這段影片 可以帶給觀眾一些 不同觀點的刺激 希望你在治療你的問題時 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方式 更開放的一些態度 首先我還是要強調 你原本正在接受的一些 俗稱西醫的一些治療 都是有意義的 這是我認為說 如果有一些方式 可以讓我們可以更輕鬆 更快地達到健康的態度 讓我可以 西藥不用吃 中藥不用吃 針就不用針 不用依賴任何的醫師 我認為這是人體 最理想的一個醫療狀態 希望這一次的影片 可以對你病症有收穫 我們下回見 掰掰 我們下回見 我們下回見 下回見 灰燈 淮灰燒 火燈 散